大家好,我是福莱 今天有位客人带了几根辣条过来 叫我帮加工 这些就是里脊肉了 边上这些白色的就是肉筋 经过烤熟了以后,它的口感不会变硬 而且还很Q弹 平时我们做猪排的时候 都会选用这些部位来制作的 但今天的制作方法不是煎也不是夹 而是把它放到烤炉里面烘烤 同样是把它切片 它的厚度在1.5厘米左右 但是在肉筋的位置,不要给它切断 保留每一块肉连接在一起 在烤制的时候,它的温度受要更均匀 其菜做好了,可当零食 也可以当为主菜 接下来准备一些腌制的配料 有洋葱,还有蒜米的汁水 适量的姜汁酒 这些都可以起到增进香味的效果 加入洋葱的比例是一斤猪肉一两洋葱 打好的蒜米只需要汁水就可以了 如果喜欢吃辣的朋友 可以加入一定的辣椒粉一起腌制 这些都是根据个人喜欢的口味来调剂的 并没有硬性的规定 有些喜欢吃脂盐味的 那么就加入一定的脂盐粉 现在加入的这些是盐和糖作为底味 搅拌均匀了,再把它淋在这些猪肉上面 腌制的时候分为两个环节 第一步是给它先入味 把倒入的这些料汁搅拌均匀 让它充分的吸收进去 搅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整块肉会变得干爽 这个时候再加入一斤的玫瑰露酒 再去搅拌,给它吸收进去 现在可以看到整条肉已经是变得松软了 当它吸入到一定水分的时候 先用个盖子把它盖起来 给它浸然的腌制10到15分钟 好了,到了这个时候再加入8枚的鸡蛋 还有生粉300克,香料粉200克 这个和平时我们腌制的叉烧差不多 但是在味道上还是有所不同的 因为今天的这朋友 是根据定计的这位客人来做的 包括里面的香料都是他记带的 其实这道菜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复杂 因为烤鸡出来了以后 还要改刀再去过油 炸鸡干香了 再加入其他辅料一起炒鸡 这才算是完成 光是在腌制的这个环节 就花上2到3个小时 如果你们问我这道菜是哪里的风味 我只能这样告诉你 这是一位外宾订的 所以我们尊重它的口味 按照它的要求来操作 在腌制的过程中 还要不断的检查 翻开每一片肉是否腌制的到位 否则入味是不均匀的 到了这一步 给它既然腌制了将近3个小时 现在可以把它挂起来了 到了烤鸡的这一步 其实和平时我们烤鸡叉烧是差不多的 包括烤鸡的温度 但是它的这种切法可能会更入味 勾起来了 直接掉进烤炉里面 用200度的温度烤鸡它表面上色 炉温上来了 再把盖子盖上 在小窗口的位置 留出2-3公分的裂缝 在烤鸡的中途 还要把它反过来烤鸡另一面 这些菜式平时虽然少做 但是不一样的味道 还是想尝试一下 在上桌的时候 它们还会跟上一些辛辣的佐料 包括香草、黑胡椒、鱼心炒之类的 有时候它还会跟上一碗辣椒水 如果是我们的话 辣椒水就免了 直接上两碗米霜 然后再来一碟花生米 其他香草、黑胡椒这些就免了 接下来就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